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都很好了 聊天只要不太影响到别人也没有关系 想睡觉就睡觉 我们就看看诗篇第144篇 我们刚刚讲到分段 把它分成三段 重点是讲歌颂 因为其实歌颂赞美是基督徒 如果一个认识神的基督徒会知道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在第1节到第4节 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 他教导我的手征战 教导我的指头打仗 这是开张名义的一个宣告 这是讲到说我们借着歌颂称颂来寻求到上帝的教导 这里面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磐石 所谓的磐石到底是什么的意义呢 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那么我先把大纲先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 总之这里讲到手讲到指头 那么讲到征战讲到打仗 手在圣经里面预表的是工作 而指头预表的是技巧 其实征战和打仗这两个字在西伯来文的原文中文都有翻译为征战的地方 打仗那个字翻译为征战的地方更多 但是它两方面是有不一样的意义 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人生一定是充满了压力 充满了挑战 充满了困难的 教导我的手征战这个字 原来是面对的意思 就是我们碰到了问题 我们要面对还是要逃避 如果逃避 那就逃避就学不会功课了 如果我们面对 那么面对靠自己 有些时候会造成挫折失败 那如果我们懂得去依靠神 或者是让我们对于面对一切的问题 一切的困境 包括别人的不谅解 不理解 挑衅 种种种的现象 那包括我们自己心灵里边的委屈 心灵里边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挫折 我们有没有力量去面对呢? 上帝要教导我们这件事 然后教导我的指头去打仗 那指头我们刚刚说就是技巧 打仗这个字 其实它原文 它是很多地方 它的字意 字意 我讲义上面应该有给你们 在第二页里边 第一个征战 征战 它的有一个翻译叫做临振 字元追溯叫做进钱 对不对? 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要去面对 那打仗这个字 96次翻译为征战 我们有看到吗? 但是它的字意和字元的追溯 就是喂养消耗征战 为什么叫做喂养消耗呢? 就其实有很多事情 它是一直在纠缠着我们 在消耗我们的耐心 消耗我们的意志力 消耗我们的这种喜乐 那么消耗我们的时间 这种种都是消耗 那我们如何在各样的消磨消耗里边 去能够得胜呢? 所以这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 那么当然如果说一个认识神的人 他是真真实实的懂得去面对神的 面对上帝的存在 领受上帝的存在 那么他就会很容易的很准确的 去得到一些方法 得到一些智慧 可以使他面对任何一件事情 都有技巧 可以好好地去克服 我还是既然讲到这里 就和大家在这一节上面来看一下 这里我给了 大家提供这个吕正宗的欢意 或者是新一本的欢意 是给我们做一点补充 但这里我们讲第一节 歌颂来寻求教导 这是面对征战的认知 我引用了十篇六十六篇的 第八节到第十二节 跟大家来思想一件事情 这个万民啊 你们应当称颂我们的神 这是称颂这件事情是 我们如果觉得一个人是好的 那我们就会用有生无生 用一些方式去肯定他嘛 如果觉得他是不好的 那可能我们就会很容易 用一些抵触的情绪 然后去抗议去咒诅了 所以这个应当称颂 这个称颂 它其实也就是祝福 对上帝对我们而言是祝福 我们对他而言就是称颂 那么在十篇六十六篇第八节 他一样讲说你们应当称颂神 使人得以听到赞美的声音 这个使人听到赞美的声音 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 神是住在我们的赞美中 换句话讲没有人看得见神 如果我是一个看得见神 或者我知道有神的人 我在这里赞美的时候 别人看到我的行为举止 他只要他不把我当做神经病 他就会知道说 那我是面对一位神在敬拜吗 而我对他的赞美有多少 别人根据我这个人的人格 可信度 价值 来体会我对他的赞美是到什么程度 好比如果说一个诺贝尔的物理学家 来称赞另外一位物理学家 那你就知道 那个人的称赞是什么意义了 所以其实我们越是认识神的人 或是越是有好见证的人 我们对于神的称颂和赞美 就越能够把神的真实显明出来 那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 如果是要显明神的存在 我们不急着称颂 更好的是让我们活得有价值 活得有尊严 那么在第九节以下到第十二节 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 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 这是讲到一个客观的状态 什么客观的状态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时候在很艰难的环境当中 在别人所没有办法站立得住 在很大的攻击与伤害 误解迫害之中 能够站立得稳 那么这样的生命 他会显出的荣耀 是上帝所要的 在极为不好的对象面前 在大家都不能接受的人面前 我们可以去接受他 大家都没有办法爱的人 我们可以去爱他 那这样的一种存活方式 他就会得到人的肯定 所以上帝是要让我们经历什么呢 第十节说你曾试验我们 熬炼我们 如同熬炼银子一样 因为我们生命如何 没有经过一番的试炼 我们不会知道 平常我们觉得说 我们是蛮有礼貌的 蛮彬彬有礼的一个人 也蛮文明的 但你会不会被气到一个程度 说我忍耐也有限 我还是咬你一口 骂你两句吧 会不会这样呢 有些时候被逼怒了 就显出了我们的一些反应 有些人不需要逼怒 只要有一个环境出现 他就反应就来了 大家都不惹他 他好像像个人 只要稍微惹他一下 他就像疯狗一样 有没有这样的人 所以其实都是一些状态 才能够使人里面的生命的状态 显明出来 但是这里面讲熬炼银子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 纯净的原意好像银子在泥炉上练七次 这个银匠他们练银子 从前是用银子在做交易的 但是银子从前 它什么样的银子 大家在交易的时候分得很清楚 有的叫高银 有的叫杂银 银子就练得非常非常纯净 它的价值是很高的 如果夹杂很多东西的话 人家就会打折扣 那银子怎么练呢 那银匠就把它烧烧烧 烧到后来有银渣在上面浮着 然后他就用刮刀把它刮掉 刮掉了让它冷却了以后 再练一次 那又有渣子又跑出来了 那要练到第七次 它就会变成我们从前叫纹银 纹银就有产生那个一条一条的 丝线一样的丝线一样的纹路 然后就会变成纯净的银子了 那个成色是极高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 其实我们里边有没有恶的存在 上帝要试炼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里边有恶的没有 对不对 如果我们里边有恶的 那我们没有经过试炼的时候 是不知道的 如果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 对于我们自己的内在 是没有期望的 没有期许的 那么我们即或是碰到环境 把我们里边的恶性情逼出来 也不以为意 但是有一些 对自己生命是有肯定的人 他觉得我应该就是一个高尚的 文明的 有智慧 有涵养的人 忽然间被一个环境一激荡 被欺负得很惨 那就露出了很凶恶的样子出来的时候 回去他自己会吓一跳 我怎么也会讲这样的话 我怎么也会做这样的事 那就是他的扎词 被练出来的现象 所以这些话都是对于生命 对自己自我有肯定的人 对自己有期待有期望的人 他才会愿意去接受 接受像熬炼银子一样 然后第十一节讲 你坐车的时候 我们进入网罗 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 这个网罗常常就是 有些时候我们是想要去帮助人 结果一不帮助还好 一帮助就被陷住了 这个师母 这个礼拜天可能会有一个人来找他 那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就是以前小秀兰应该知道 就是以前我们在西松礼拜堂 那个礼拜堂的时候 来了一个人 他讲说他有一些需要 然后呢 然后这个师母 就答应帮助他 他自己又没钱怎么办 他就打一个担刀会 那就像一些我们弟兄姊妹 每一个人好像借一万元 那就借给他了 那个人借了就跑了 然后师母就背着那个债务自己要去还 后来有很多姐妹知道 弟兄姊妹知道他的情况 那也就不去要了 那感谢主 师母前几天接到一个电话 那个人忽然间打电话来 说他要还钱 那这个礼拜天会来 经过好多年了 那如果他是真的是这样 那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感恩 对不对 但我要说的是 有些时候我们就这样 那个人是约好了 这个礼拜天要来 如果小秀兰在的话 应该还会认得他 那我要说的是 有些时候我们就愿意去帮助人 对吧 那我们自己反而被献住了 那如果说像那个时候 我们的收入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家里边孩子们穷得要命 那每个月要去背那个的话 实在是有点艰难 那这还好啦 有些时候你为了要帮助人 那去替人家做宝 那就一个网罗就网住了 那当然圣经是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做宝 有再给人家 像师母这个做法 我也觉得说未必特别可取 但是感谢主 在当时也是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身体 所以师父是有靠山 有弟兄怎么可以靠 他就可以做这样的事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 而我们轻易的去 去好像是借债 来做什么的话 常常 即或是做好事 也常常成为我们的网罗 有些人替人做宝 有人替人介绍什么事情 那都很麻烦 那重担放在我们身上 重担是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 一个月才赚2万5千块钱 结果一个月要赔5万 那你怎么赔呢 那这个重担 那常常这些 我们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心也是好的 我们动机也是好的 甚至也寻求也祷告过 结果就发生了 那这一点都不要惊讶 因为十一节讲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 这谁使他进入网罗的 上帝 常常是上帝的手 明白吗 那为的是让在这个人生命里面 做出与世人不一样的人格来 所以这个重担压子还好 你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 坐车 别人坐车 我们走路已经很惨了 那我们要躺在路上 让人家用轮子压过去 那甚至这个光景不好受 那这些都是过程 下面第十二节的后半句 你却使我们到什么 丰富之地 丰富就是你有珠江很饱足 生命里面充满神的同在 充满神的爱 充满奇妙人格 这样的一种境遇力 所以我想和听众们说的是 其实基督徒必须要知道 这个必须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征战 不是我们要或不要 只要你是一个属神的人 你都有落入征战的机会 那不要有些时候 自己给自己拼命的控告 那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上帝要我们成长 就会让我们去面对一些特殊的事情 那为的是什么 教导我们 所以在这里讲到说 我的盘循是应当称颂的 当然大卫的诗 我们之前讲过 大卫的诗就是一个做君王的人 和神心意的人 和神心意的人 他诗就是生命里面这种美好的事情 把它画成有条理的优美的文字 显明出来 歌曲显明出来 那我的磐石 这个磐石大家常常认识的不够多 我只跟弟兄妹讲两节的经文 那么也许让大家对于磐石 有一个准确的了解 否则像有些基督徒 他们的父母亲跟他讲说 你要常常祷告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 他说磐石要干嘛用 这个满山都是磐石 在那里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益处 其实磐石有非常准确的意义 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二十四节 前后文都告诉我们说 有些人奉主的名传道一并赶鬼 到时候神却不认识他 那二十一节二十四节讲什么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那什么是磐石呢 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在我们里边变成一个非常稳定 非常奇妙的根基 让我们面对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人格建立在耶稣基督的 人格或者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启示上面 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是有完全的恩典和肯定 他对我们有满满的期望 以至于他把别人所不配有的 别人所不需要承担的事情 放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要去承担 要我们爱那不可爱的 要我们忍耐那些人所难以忍耐的 甚至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 那这些话当我们读了的时候 我们就会 一个信主的人就会甘心 甘心受苦 甘心承受压力 那么不会去抱怨 因为事情都会来的 每一个人一生当中 你的被欺负 被冤枉 被辜负 被伤害 都免不了 我这样说可以同意吗 只是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做磐石的话 你就觉得你碰到倒霉的事 碰到不合理的事情 你的人生真是可怜 怎么会遇到这些事情 那其实你看一看所有人都一样 太抱怨其实只是伤害自己而已 但如果说没有上帝的话 没有主告诉我们说 你的人生 上帝对我们是有期望的 要把我们做出荣耀的生命 我们对于遭遇的那些事情 感觉不到它的意义 感觉不到它的价值 我们所采取的生活方式 思想方式就会截然不同 就会白白的受许多的苦 明白这个意思吗 而如果说我们有神的话 我们面对那些事情 一样是面对 我们知道功课来了 就是要让我练出基督的荣耀来 那我们就会去做 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这是好的 然后我们也会感觉到上帝的安慰 上帝的扶持 上帝的恩典 那我们就在甘心乐意的状态底下 能够领受 而且享受更大的恩典 火车你就抱怨吧 抱怨又能怎样呢 那是谢谢你 所以耶稣的话许多的话 都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好像一个聪明人 把黄子盖在凡树上 雨淋水冲风吹 无论是遭遇任何事情 你的人格被建立起来不会垮 你跟人建立的关系也不会垮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耶稣的话 我们靠着自己 或者听到那些话没有去行 就像一个愚昧的人 把黄子盖在沙土上 因为你没有去遵行 所以碰到雨淋水冲风吹 各样的事情一来 你似乎是遭遇灰肠的事 碰到倒霉的事情 然后就埋怨 然后就觉得受委屈 觉得难过 那原来见得好好的一种人格 就会垮掉 这么说明白吗 所以盘石是什么 盘石就是主的话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 第六节到第八节 这几句话也可以让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经上说 看啊 我把所拣选 所宝贵的黄脚石 安置在西岸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致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 就为宝贵 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将人所祭的石头 已经做了黄脚的头盔石头 又说做了半脚的石头 蝶人的磐石 他们既不就在道理上半叠 他们这样半叠也是预定的 那这些话当然是 是个内容 有很多深奥的 可以让我们得到启示的地方 但我们要跟听众们说 就是基督的道理 在接受的人就是磐石 在不接受的人就是半脚石 哪有这样的话 哪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人们不相信的时候 那就会见到别人信也不适 不信也不适 那自己就会产生很多的复杂 然后再加上自己一些解释 不合理的解释 解释到后来就越过越艰难 所以我和听众们是要说 这个所谓的磐石就是教导 就是主的教导 所以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 他教导我的手征传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手所讲的就是工作 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 我们每天要做许多的事情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着中传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 磐石的认知就是什么呢 获得教导的必须 什么叫做获得教导的必须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从主得到完整的 深刻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面对一些事情发生了 这些事情来了 我们会误解 会曲解 会逃避 或者是会用不合适的方式去面对 那或者是有些时候就努力的想要靠着自己的方法 来处理 其实越处理 越用自己的方法 越复杂 越混乱 而且常常会让我们受苦 所以这里讲到征战和打仗 我们这里讲到这个征战的认知 征战的认知就是我们面对艰难的必须 什么是面对艰难的必须 就是说人生没有艰难 不是人生 人生没有艰难的话 就没有成长 就没有价值 那你如果想要学习 要受到教导的话 你没有这个上帝用的方式 就一定是他用艰难给我们当饼 用困苦给我们当水 以赛亚书三十章的二十节 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 以困苦给你当水 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 我这么问吧 到底是向左是正路 还是向右是正路 向左向右向哪里都是正路 因为没有一件事情 不是上帝所命定的 在我们还没有生在世上以前 我们的一生的年日都已经写在册子上了 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 若是他不许可 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 那我们这样的信 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事情 所以不在意于 我在很清楚地看听后面讲 你如果再是一个信 有信仰的人 你如果是一个信心很正确的人 你一定不会走错路 因为上帝负责不让你走错路 只有你自己选择 你认为这是对的 那可能是错的 你才会走错路 如果你相信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手中 那你怎么选 也都是上帝所命定的 理解吗 你做什么事情 人生是一个单行道 人生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所以你只要你往前走 你天天再来懊悔 我是不是这又选错了 那你又选错了 那你的人生很不保险 上帝也很不可靠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对于一个有真正信仰的人 就是他缓证你选向左 会选向右 都有困苦都有艰难 这么说明白吗 但是困苦和艰难就是要让我们 与主同工去胜过 去超越去得胜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 如果你正确的理解的话 以后你一点都不要担心你选错 因为急或所有的人都说错 你已经选了就对了 所以在这样的光景底下 你越来会越看见上帝的祝福 许多人就常常觉得 我这里应该奥奔一下 那你应该重新考虑一下 那人生就不断地在奥上的光景当中 就来不及 也没有时间去选择 选择什么呢 在信里边被启示 在信里边去做成自己的人格和生命 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些经文 我们这样分享以后 那你能够有一个比较自由的信念和信心 那么在第二节 第二节这些经文就很有意思 他是我慈爱的主 我的身在 我的高台 我的救主 我的盾牌 是我首头 他是我的百姓福在我以下 这节有七个 我的 那么然后呢 在我的百姓 他是我的百姓福在我以下 这是另外一个阶段 那么在第一节 第一节讲到他是我的盘循 所以人们就在这里整理出了 神是我们的慈爱的主 其实原文没有主这个字 就我的Kesed 我的坚定的爱 我的奇妙的爱的生命 因为我们要爱神爱人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爱就是享受 只是我们觉得说人间我们爱某些东西的时候 都会过去 都会变化 只有神是永远存在的 我如何使自己活着 活在一种 永远都是活在爱的光景里 这种感受呢 那你就必须要有信 然后在信上面一点一点扩大 增加对上帝的了解 所以他就是我的爱 所以他就是我的爱 因为他就是我的生命 爱就是生命 那讲到我的山寨和我的高台 我想在这里 从山寨到高台 其实它是一个经历 一个过程 我们讲这一节经文 是他是我的 这有一个很重要的 很有力量的宣告 如果你现在碰到一个你所喜爱的 没有结婚的男孩女孩 你可以在众人面前宣告 他说他是我的 那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个他是我的 这是在一个信里面的宣告 而上帝不会赖账的 你说因为他是按着你的信来为你成就 所以I am that I am 上帝说我就是我是 其实他的一个具体的意思就是 你认为他是什么 他对你而言就是什么 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上帝是一种奇妙的存在 但是他对你的意义 不会大过你的认知 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严厉的 是可怕的 是很遥远的 那么他的存在就这样了 所以你必须要对于神的存在 有一种具体 而且肯定的宣告 为什么人们说这篇 跟诗篇的十八篇 有很多的重叠和相应之处 我想在诗篇对十八篇的第二节 这里讲的是七个 十八篇讲的是九个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盘石 我所投告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一连串九个清单 那清单他在念的时候 不是很随意的去念 而是都有这个很真实的感觉和体验 所以这里就碰到一个情形 这些名词 当我们在读他的时候 我们对这些名词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你对于上帝是怎样的认知 会影响到你面对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时候的态度 如果你相信他就是你的爱 你不会在世界上因着得不到其别人的爱 而感觉孤独或者感觉委屈 那你如果觉得他是你的山寨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知道山寨是什么了 山寨这个字原来它是指着这个保障或者网罗 那其实有一篇山寨和高台 高台就是被放在高的地方高处 有一篇诗篇 这诗篇的九十一篇 九十一篇我们大家都应该很熟悉 诗篇九十一篇讲到千人扑倒在我的面前 万人扑倒在我的右边 我也不怕遭害 那九十一篇的第一节第二节是这么说 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什么 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在这一节经文我们也讲到 我的投靠处 其实就是我的避难所 我所投靠的这个字 也欢迎为我的避难所 那么但是这里讲到 至高者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这说明当我们在困难当中 当我们在面对许多的危险 我们觉得我们很委屈 或者我们觉得很艰难 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 他是帮助我们的 但是诗篇第九十一篇呢 到最后的三节 十四节说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极难中 我对不起 我跳了一句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极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如想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到最后的结论 都是神就说了 我要 因为这个人是佩德的 所以他专心爱我 知道我的名 专心爱我 我就在一切环境当中 要让他越过 因为我要 我要的就是他的专心的爱 那你知道他的名 宣告他的名 他就要把我们安置在高处 所以求告就应允 其实这两句话 我们如果说把它欢迎为生 他叫我就回答 他和我讲话 我永远都回应他 也许他会有更不一样的情感的感觉 那他在极难中 极难中是在挑战 征战的困境当中 因为人生我们一直说 如果说一个人 他活得太平安 天天坐在平安椅上 什么面 什么运动也不做 什么事情也不做 那就死了就好了 那其实不需要活着 对不对 所以其实无论在任何状况底下都有挑战的 但我们却是与神同行 然后我要搭救他 这个搭救他是支持 支撑他 使他尊贵 使他足强长寿 那把我的救恩的能力 在他身上显明出来 让他变成一个拥有 这个大能力的人 我要说的是 这诗篇九十一篇 它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说 从山寨到高台 那所以在这里 我们说这个被爱的信念 我们面对征传要有两种信念 这两种信念 一种叫做被爱的信念 你是被爱的 你不是被苦待 不是 不是无奈的去接受人生的每一件事情 上帝正在陪伴着我们 让我们去经历一些必须经历的 那些困难 让我们去面对所需要面对的 然后去碰到那些 似乎是 也许是很琐碎 也许是很磨人 那总而言之 无论是怎样 他都会使我们 因着领受到神的话 让上帝的话做成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人格和生命 所以就是 我们有一个被爱的信念的意思 就是说 无论在任何光景当中 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因为被爱 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怎样 管教 他必引导 他必超练 那必使我们被更新变化 所以首先是这个信念 然后信念之后呢 就要有什么呢 有经历 你在许多事情上面 这个有哪些经历呢 他对我 他是我的拯救 拯救 这个字也就是 我们常常说 所谓的得救 就是得到帮助 我们在面对 我们在面对一些各种这个学习 或者甚至于包括运动 包括旅行 那包括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功课 如果有同伴和我们一起做 那我们是快乐的嘛 如果那个人又让我可以依靠 那又有趣 那我们做起事情来 就更加的快乐 对不对 所以上帝他是我们的陪伴 对我而言 他是在我需要的时候 他就是我的帮助者 那么成为我的盾牌 盾牌就是我不需要受的难处 他替我挡掉 然后我是我的投靠的地方 当我需要休息 需要得到安慰的时候 那个他是可以让我去得到安慰的 那这些都是需要在信心里面去经历 然后最后一句是 我的百姓降服在我以下 降服这就讲到说 我们的生命渐渐成长成熟 有一些你需要照顾的人 这个有百姓 这个百姓到底 这个你所带领的人 在教会所有的肢体 你都需要渐渐成长嘛 那成长起来 那些人对我们而言 到底是我们要去服务的人呢 还是我们要去利用的人呢 我想这个 如果他是一个好的君王 他是爱民如子嘛 是希望能够造福百姓的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有生命有能力的人 他面对他的 比方说像做传道人 你的牧人 或者说你所牧养的人 或者做一个小主管 你所管理的人 错误的想法就是把人当做工具 那么以前的以前有人 有父母亲 在传统的观念里边 常常把儿女当做父母的财产 那么在那种 那种环境底下 其实儿女常常生命 人生的发展都受到限制 那么现在当然有一个 反过来的现象 把儿女当做什么呢 当做祖宗一样 当做这个 去拼命地去讨好 那也是一个过度的反应 但无论如何 如果他是我的什么 我都是希望我有能力使他更好 那这个百姓也是这样 但百姓他能不能降伏 这降伏这个字 原来他的意思是延展 我在这里讲 换句话讲 儿女是父母的延展 上帝啊 为什么要造许许多多的神的儿女 因为他的爱需要延展 夫妻如果说感情好 他有儿女 那是一种生命的延展 所以我们在这里 有很多地方说 其实拯救 这个字啊 原来有脱离的意思 就是让我能够从困难当中脱离 而降伏这个字 就是延展 扩张 让我们百姓成为 好像 我们这个 教会常常 前些日子还做这样一个见证啊 说什么样的牧人 就有什么样的羊群嘛 什么样的父母 就会有什么样的儿女 这是常常说的 所以这里边所讲的延展 是这样一个意思 好 我知道了 我今天大概只能讲到这里 那么 所以 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 是说 我们被爱的经历 就是使我们自己 不仅仅是被爱 而且能够去爱人 使我们能够看到别人 看到别人 这个因着我们的存在 使他生命产生了盼望 使我们在主面前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得到的祝福 能够延展在他的生命里边 像我们最快乐 或者最最最最 觉得安慰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教会有许多弟兄姊妹 他们都愿意去传道 像刚才贵丹 在我们聚会之前 他说 他觉得做人最有价值的事情 就是把好的话 有智慧的话 传递给人 让人的生命能够改变 那这是我们长久以来的信念 然后就在弟兄姊妹身上 就产生了延展 所以不是要把人压服 而是要让人能够成为 我们生命的伸展 这意思应该明白吧 我的百姓成为我生命的延展 这里面所讲的 是这样一种现象 所以这两节 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讲 完整的宣告 首先讲神是我的磐石 这个磐石就是 他有一些教导 能够成为我征战得胜的 依据力量 对吧 然后呢 他是我生命当中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随时随地给我的安慰 鼓励 帮助扶持 到最后 他会使我的生命 产生了 不是困在自己里面 不是停留在自己里面 而是有更多更多的人 可以得到延展 所以这一篇诗篇 也有人定一个标题 叫做君王的征战 君王的征战 就是因为这里面讲到 他是有他的百姓 而且第五节也讲到 那是第十节 那第十节讲到 你是那拯救君王的 那大卫在那个时候 他正在开始操练着做君王 所以每次他要出去征战 他就先做了这样的宣告 知道不是靠自己 而是靠神 然后第二节 第三节第四节 其实 他是讲到人算什么 那讲到人是 人是虚空虚无的 那这其实是把人的 追求的目标向上提升了 提高到更高的层次和角度 那感谢主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因为我在第二段以后 很多的细节内容也还没有做 那下两个礼拜 我应该是在北京 所以等我回来 我们再来分享好不好